社会服务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还是觉得生命能影响生命 哪怕我能影响到一个人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这是什么 兔子吗 小猫 粉色的 对太可爱了 你今天过来干嘛的 上课 对太棒了 我是唐一韵 我是一个澳门人 我现在就是在富联总会这一边的 王区工作部担任助理行政主管 兼新街坊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主任 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愿意过来横琴这边去生活 21年12月的时候 我们广东办事处正式落地在合作区这一边 我们依托请到亲子活用中心这个项目 就是把我们具有澳门特色的一些服务 带过来这边 两年多来呢 我们就举办了1400多场的活动 然后呢 也服务了超过15万的人次的一个居民 可能小孩会愿意去参与我们的兴趣班 亲子管教啊 等等这些工作法 那老年人呢也是会去参加一些可能跳舞啊 等等这些娱乐性的一些活动 我们服务对象事情澳居民都有 小朋友没有牙齿 到长者没有牙齿 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那小朋友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的随意去玩玩具 那当我摇这一个呢 小朋友把那个我们的玩具呢就送回家 因为呢小朋友玩是一个天性嘛 很多时候都是妈妈在后面帮他去收玩具 所以呢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从小呢 去给他们自己去负责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其实我还蛮喜欢小朋友的 真的是一个很天真的一个天使 对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小朋友真的不听话 我心里面应该也会冒火了 但是冒火的同时呢只是跟家长说 可能这一种的状况是从过去的一个模式去学习的 还是生教的一个部分是我们需要去引导小朋友 就是我们那个家长工作的一个部分 周五周六跟周日 这三天就是我们中心最热闹最丰富的那个日子 那平常呢也是对外开放 面向我们居民群众都是完全免费的 欢迎他们呢就是过来使用我们的设备 那我呢本来大学本科也是读辅导的 回来到澳门呢以后呢 其实我15年2015年的时候呢就加入复联 是在21年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是来到恒勤这一边去工作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连买一支笔都不知道去哪里买 我们来到村里面或是来到喉州区里面去开展活动 一开始去接触我们的居民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还是抱着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 当时候呢就把这些在澳门居民都很喜欢的活动 就是一些生日会啊带过来 但是来到这一边发现不完全相同的 一开始我们来到这一边不熟悉这边文化 可能有碰钉的一个部分吧 我们就只能跟同事去想尽办法先从喜好去入手 那他们喜欢去跳舞啊 那我们就提供场地提供音乐等等的邀请他们过来跳舞 那像今天早上我们来了一个奥勤一天游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政府给予我们澳门居民过来认识合作区的一个活动 我们从一开始认识一个居民现在到可能有三四个的一个联络群 我们的一些某一些的同事也是从我们一开始的一个服务对象 到后来他们是认同我们的服务就愿意来成我们的同事这样 一开始因为还仗着自己年轻嘛 就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来到这边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体验 还蛮感谢当时候做这个决定的自己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 可能我们澳门的社工理论的然后食物技巧的可能会比较丰富一点 但是呢内地社工他比较熟悉这边的一个政策 或是如何跟居民群众打交道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两个相结合就是可以做到一个互谱的一个部分 澳门的社工其实合作起来还蛮融洽的 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共同为我们的社会去出一份力 澳门回归那时候应该是我爷爷说 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家 今天看来在25年前回到我们的祖国的怀抱里面呢 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后盾 一国两制的一个制度优势之下呢 澳门其实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一个地方 同时呢也是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方 港澳的一个社会工作早发展吧 水晶面相对可能比较多一点 从社会服务的一体化里面去做到连接的同时呢 可以给予我们居民们去迈向美好的生活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那今年呢是澳门回归25周年 我希望呢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能够共建勤澳美好的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条件